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柯文哲吉林路上的竞选总部前 选前之夜呢柯文哲主打的是温馨路线的one city one family音乐晚会 而现在画面上你可以看到台前你有看过这样的竞选晚会吗 整个舞台上面都是动物 原因就是呢柯文哲希望既有这样的竞选会同时也来跟大家宣读一下关于自己的动保政策 可以看得出来呢这次的竞选晚会跟一般的过去的造势晚会其实相当的不一样 而同时呢这个竞选晚会呢原本预计柯文哲会在晚间的七点来到现场 不过呢柯文哲没有现身 倒是他的妻子陈佩琪还有柯爸爸 柯妈妈以及妹妹柯美兰都先来到现场了 那柯文哲去哪了呢 柯文哲说呢针对今天晚上他会在9点15分 9点30分的时候会有一个这个 呃像市民来一段演说 不过这演说的部分呢他还没有想好 所以他现在正在抱佛脚 在8点45分的时候呢柯文哲就来到现场跟大家会面了 不过你可以看得出来呢这次的竞选会相当的不一样 台下的群众拿的棋子呢都是这个上个星期 也就是1123游行的时候呢Hawk 4台北的这个竞选旗帜 这个旗子上面呢只有不同的颜色是彩色的 但没有号码没有柯文哲的名字 也就是柯文哲这次以武党籍的身份来参选 他最重要的主轴就是要打破蓝绿 包括柯文哲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已经召开过记者会 他推出了推倒高墙的记者会 他说呢推倒高墙要推倒的是蓝绿 推倒的是统独 推倒的是阶级 因此呢他今天晚上是不是会依序这样的主轴 来跟大家演说呢也让大家相当的期待 不过今天晚上的这个 整个活动呢依序都在进行当中 有知情的状况呢会持续带你来掌握 我们请将镜头交完给彤内 好 看完了柯文哲这边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连胜文的场子了 连胜文今天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上 举办了台北胜台湾营的造势大会 要打出团结牌来确保首都执政权 而今天晚上在稍早已经看到了是 好久没有露面的吴伯雄主席拐杖 来这里为连胜文请托 稍后马英九主席也会来到现场 我们就把现场交给记者崇慧云 好 主要立刻关心的是台北市长的选情 我们俩台北校选人连胜文的选前之夜 今年晚间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在七点钟的时候正式展开了 而目前的画面你可以看到呢非常多的支持者已经涌入会场 根据警方的估计在晚间七点钟的时候 现场已经突破了万人 我们也知道今天晚上的选前之夜格外的重要 我们掌握了最新消息呢 连胜文在晚间九点多上台致辞演说的主题 就是心中无高墙架起桥梁 也让人联想到他的对手柯文哲的主轴 今天早上开始记者会是要这个推倒蓝绿的高墙 这双方较劲的意味相当的浓厚 而在今天晚间有许多的政治界的重量级的贵宾 在刚才上台致辞的包括初选时 和连胜文厮杀激烈的立委丁守中 他也上台呼吁国民党要团结 要全力力挺候选人连胜文 除此之外今天晚间马总统也会来为连胜文 全力拉抬选情 甚至传出这个总统夫人周美清 还是连胜文今天造势晚会的这个神秘嘉宾 而另外一个要相当受到瞩目的就是稍早 大约七点多的时候 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他也亲自现身 要特别提到吴伯雄就是他今天现身的时候 由于他先前传出身体不是还住院收养 因此他今天出现的时候 走在舞台上这个步伐是格外的缓慢 而且他还主着拐杖上台 呼吁大家全党要力挺连胜文 并且强调呢 他也提到说医生教他今天晚上千万不要太过的激动 也看得出呢 今天晚上有非常多的国民党界的重量级人士 依依力挺连胜文希望他能够开出漂亮的选票 以上就记得在现场为你想要到最新情况 他要描述 吗 好 想办法 感谢观看